譬如說這邊有總共有三個底下這三個圓架 另外Linear layout等於是一個複習 Linear layout裡面的話 我們大概常用的不就是 預設是Relative layout 不過這個Relative layout 我講過啦 其實說真的不好拉 常常會跑來跑來 當然你也可以試試看Relative layout 另外還有像什麼Table layout Table layout會配合那個 Table row Table row有沒有 去做排版 這個好像前面有講過嘛 如果忘記請看 上上一次的影片裡面都有 OK Linear layout其實意思就是線性的 Linear 線性的版面 那所謂線性就是向下 就是向下是Vertical 垂直的 向右的話呢 就是Hony Runco 垂平的 它就兩個方向 所以比較好控制它 不就是縱向 不就是橫向 這個好處就是說 以後你那個 無論是放在手機 哪一種手機 或平板裡面 反正就是縱向橫向 頂多是那個畫面 會有一些留白啦 不過至少也不會亂掉 那像是如果你用其他的 版面排版的話 像Relative有時候就會插 雖然它是Relative啦 可是有時候反而它 就是變出來的那個感覺 好像還是沒有很OK 所以有時候還是 我自己啦 會比較喜歡用那個Linear layout 去做一個預先的排版 那它的語法基本上就是底下這一串 我想各位應該不陌生啦 那開頭一定是Linear layout 結束 那其他的話還有幾個屬性比較重要 我叫Orientation Orientation就是說它的那個方向 應該是水平還是垂直啦 所以 當然它好像預設 Orientation如果裡面是空的話 空的喔 那預設應該是水平的 還是垂直的呢? 有沒有特別注意? 其實如果你沒有加Orientation屬性 你預設的話一定是水平的 一定是水平 所以呢 那個Orientation可以不用加沒關係 但是Vertical一定要加 因為如果你Vertical沒有加 Vertical是垂直的 你如果沒有加的話 它就一定會水平的 所以你們之前有沒有發現 你拉一個Linear layout之後 你沒有去改 它一定變成橫向的 除非你把Orientation改成Vertical OK 所以基本上 它預設的處性 預設的是水平 OK 所以基本上 所以像我那個放在程式碼裡面 好像有一些是沒有放Orientation 它也是 這個Orientation就是 它也會是水平的幫你布局 OK 所以 那Linear layout的好處是 它比較簡單 那至於你要稍微要 變出一個比較複雜的版面的話 可能還是要藉由其他的啦 配合一下 比如說裡面後面 我們有講Table layout 或者是說 你可以用Relative 或者其他的 OK 那這個大概裡面有講 不外乎就是它的Layout Layout指的是它的這個版型的 Wise 寬度 跟它的害者是它的高度 OK 不過這我們不是上英文課啦 所以 基本上大概這些基本的單字裡面 可是其實好像英文 好像也非得要強迫你要學習一些單字 有沒有 有些同學 因為我在看習慣 我直覺知道它是什麼 可是有些同學 可以看到 就撒住了到底是什麼單字 還要查一下字典 OK 不過這個是必要的沒有辦法 因為這些屬性 我想在任何的開發環境裡面 它都是有點是共通的語言 在城市設計 無論是你今天是開發是Enjoy好了 或者你開發的是那個那個那個 比如說IOS好了 它基本上很多地方都雷同的啦 而且觀念也都一樣 反正就是MVC嘛 不外乎就是這些東西啦 所以你換個環境 反正你就去找它的MVC在哪裡 那你就可以開始開發了 開發完把MVC搞定 你的程式 你的App就可以run出來了 OK 像最近 又除了Android Studio 有一套那個Visual Studio 2015 最新的 現在也還越來越夯 因為它 我之前好像跟各位講過 它也許在App Windows Phone上面 都打不過你 但是我可以跳到上面 我把設計部分 來幫你整合 變成說它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跨平台 當然現在大家很關心的一個問題 像同學老師 那我開發Enjoy Studio 那只能開發Enjoy的東西 那如果我要把它轉成IOS的東西怎麼辦 這都當然重點 如果沒有別的可能性 就只能重寫了 不過你的概念也是MVC啦 這沒有問題 反正你就會把MVC的東西放過去 重新畫一下 重新把Resource放過去 重新把View拉一下 可能它的標籤名稱不同 但是概念都一模一樣 然後呢 本來是那個Java的語法 變成Upture C嘛 不就是 那其實很多東西都一樣嘛 裡面一定會有它需要的變數嘛 一定有需要的物件嘛 一定有需要的東西嘛 反正 而且其實說真的啦 修改的幅度我覺得 倒是沒有太大 只是你把那個Compile環境再建立起來 重新弄一下 到底我是覺得啦 如果要學也倒不用花 主要是觀念正確 後面都差不多 你不要說你學了一套 然後呢又重新再學一套 又全新重新再來 其實他們很多東西都是 怎麼講 一脈相承的啦 像Upture為什麼叫 C就C為什麼叫Upture C Upture嘛 Upture就是Java裡面的概念嘛 它把Java裡面的概念放在C裡面嘛 對不對 那不就差不多的東西 就像我跟各位講過C Sharp嘛 C Sharp跟Java有什麼關係 百分之八十都一模一樣的東西啊 所以你說你只是要適應一下 那也就是說你們需要知道的是 它哪裡一樣你可以不用去理會了 它哪裡不一樣 你要去知道 哪裡不一樣 你把那個不一樣抓出來 那就對了嘛 對不對 那你所以你去找一本Upture C的書來看 你就是看那個不一樣的地方就好了嘛 一樣的跳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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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其實看書還蠻快的 一本新書過來有沒有 放架上 我大概幾分鐘就把它翻過了 為什麼 我不用從頭到尾看嘛 我看那個哪裡不一樣 或者是哪裡是新的 舊的根本不用從頭到尾看過啊 看來看去 只是說作者敘述的方式不同而已啊 OK 所以這個地方提供給各位參考一下 觀念正確就好了啦 說真的 就像PHP也是一樣啊 你說如果將來改個PHP好了 PHP 像你們現在那個 J2E也是一樣啊 它也是有網頁式的語法 那只是說它的介面不一樣而已啊 然後很多地方 他們很多地方都是雷同的啦 OK齁 好 那 再來的話 其他再來我們進入主題啊 CheckBox 那CheckBox裡面的話 大概就是 當然你必須要先把一個 我們Layout佈局上去 那這個Layout名稱 就是它的 原件名稱就是叫CheckBox 它主要是可以讓你怎麼樣 可以讓你做一個多選 Check Check的動作 OK 那這個CheckBox裡面的話 也許我們後面有個練習 也許增加一個叫Check CheckBox CHK的那個Best Ball 就是 運動 然後讓使用者去勾選 到底它喜歡哪些運動 那它的版型類似 長得像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起一個叫 Ecurement的一個版型去配置 那裡面的話 基本上喔 大概有幾個東西啊 這個是一個Test View 底下的話呢 放三個CheckBox 三個 啊底下再一個Test View 當然這個 這個顯示訊息啊 如果說你不喜歡用Test View顯示的話 當然呢 你也可以用像Toster 或者是說Alern Dialog去取代它 這都沒有問題 只是說 如何跟使用者做一個溝通 那我們這邊就是說 當我點選呢 Check它的時候 那底下這個顯示訊息就是說 要顯示出 使用者到底勾選了幾個項目 OK 那基本上喔 也許在執行的部分的話 頂多是不是再加一個Button吧 再加一個Button 讓它 讓我們知道說 到底有勾了幾個 不過呢 那這個地方介面 也我想應該比較簡單 那至於程式部分的話 那你就要想說 當我按一下那個Button的時候 我如何判斷說 它到底有勾選 或沒有勾選 那顯示出來的結果 就必須要那個 就是要有不同 那當然你可以有一個Button 當它勾完之後 再按那個Button 或者是說個別的 比如說check 只要它check一次 那你喜歡的球類運動 是籃球一項 然後如果它勾第二個是 比如說足球 你喜歡的球類運動 是籃球 足球共兩項 反正幾項的話 它勾選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前面我們Button上面 是用onclick 不過在那個checkbox 它的Listener的名稱 叫什麼 on什麼呢 checked 特別是 在Button叫做on clicker 應該可以理解 那checkbox的話叫做 checked 打勾嘛 所以OK 那前面好像還有用到什麼 那個當我們做什麼 那個那個gallery有沒有 Gallery的話呢叫什麼 叫 叫 on slade 有沒有 slade 選曲啊 所以我上次上課講 slade 它有滑動的動作 那你那個Listener的名稱 可能就要用slade 那另外有greview greview不用那滑動 所以就是什麼 啊 忘了 ok 所以要來個tet 要 應該一段時間就要來客戳測驗一下 現在 不過都網路上查 基本上最好是可以稍微 把這個熟悉啦 那我說你回家一定要從頭自己在練過 盡可能不要看 如果你不要看 你也可以做得出來 那恭喜你 你以後去interview的時候 就 人家 interview的時候問你一下 完蛋了 不知道 下一位 對不對 ok 如果你會很熟的話 你什麼時候來上班 對不對 因為如果說我問你一些簡單的問題 你都無法回答的時候 說真的啦 人家當然會打一個question mark 到底你ok不ok啊 對不對 所以該記的還是要記 ok 所以這些都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這些就是它跟其他的元件差別的地方 一樣地方就算了 我講過了 所以要學習 真的要抓重點 學那個它不一樣的地方 一樣的地方反正都照著做就好了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所以關鍵的地方 所以你要用螢光筆把它畫起來 好 不過 像我去其他地方上課 我會先看一下各位的那個筆記本啊 或者說 像我曾經有看過 同學真的非常認真到什麼 把我雲端上面講義 雲端的東西 整本印出來 而且它印成彩色的 很隆重的那個感覺 不過真的相對的啦 它也會非常認真 真的 所以你要看待一個東西啊 知識這種東西啊 如果你很認真的看待它 你就很認真的可以學會啦 ok 所以還是要抓對 然後呢 還是要去涵養 要把東西真的要稍微記一下 ok 那這地方的話呢 當然 剛剛講那個 因為那個gridu有item 所以它有item clicker 有沒有 未來當然很多元件也類似有 同樣類似的 像那個 spinner跟listenview同樣是清單 但是它用的那個什麼呢 listener的這個名稱呢 也會有稍微不同 那實際上我們是 就是去實作這個 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的一個listener 那我們就可以再去撰寫 對應的動作有沒有 就實作它的那個方法嘛 那不就我們可以做做後續 只要反正就是事件驅動嘛 什麼事件 做什麼事情嘛 那其實跟各位講啦 任何的語言都差不多啦 因為我從20年前的任何的語言啦 其實即便是以前dose環境下的這個 也是從這邊衍生出來的 都差不多啦 一體適用的 所以這個觀念要非常的清楚 ok 那這邊的話呢 on check 那再來的話底下 那基本上check的元件 因為它會有三個 可能是籃球、足球、棒球 可能有好幾種球的運動 那因為它同樣都有check on check的同樣的事件 所以我前面有講過 如果說有同樣的事件的話 那你是不是有幾種可能 就是說你的做的後面的那個 所謂的實作的那個方法裡面的程式 可以幾個選項 你可以分別去寫 但如果有一樣的話 那你是不是也可以寫成共用的 所以有共用方法 ok 共用的那個部分 前面好像我們也有講過啦 就是那個 好像是ATM還是哪裡 同樣有問說 老師如果我那麼多的Button 12個Button 那我是不是可以寫成一個 共用的 共用的一個方法 讓它大家一起去存取它就好了 這裡當然也是可以啦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也是一樣 可以起一個什麼 my listener ok 然後呢 讓每一個Button 去執行那個my listener就可以 比如說那個 這個籃球 足球 棒球 當它被什麼 check的時候 就去使用共同的這個my listener 有沒有 這個地方後面就my listener 可是你必須要起一個什麼 你要建一個Listener 這個Listener名稱呢 就是my listener 可是一進來之後 你還是要判斷什麼 它到底是哪一個 哪一個被 哪一個元件被點擊 所以這邊的話呢 當然你要去判斷 ok 那底下的話就是做一個 怎麼樣知道說它到底有沒有點選 這邊有一個 Extract 有沒有被打勾啦 Extract 如果籃球有被打勾的話 那做什麼事情 如果足球等等啦 然後其他類似像這樣的方式 所以做出來的話 底下就最喜歡的球類運動是哪幾個 而且還供幾項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還要去增加一個變數 就是count者 到底打勾了幾次 ok 然後把它顯示出來 大概有這樣 最後的話呢 因為如果你放成垂直的話 其實滿佔空間的 那如果說底下還有其他的元件要放 可能會放不下垂直的 因為你會發現 它的那個 右邊的這邊空間還佔滿大的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把它做成什麼 水平的話 有沒有把這三個做成水平 那也是一樣啦 我想前面我們也在那個 就是多按鈕的部分 比如說你可以最喜歡的球類運動是籃球 足球棒球 那你可以把它改 裡面的話呢 就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那個 Linear layout 的這個orientation 有沒有 這邊外面包一個Linear layout 然後呢 它的orientation是horning round 那其實你們也可以這樣 如果我這一行不加 其實好像也是ok的 因為Linear layout 預設就是水平的 所以你沒有加 印象中應該也是 自動會幫你水平 那你就把三個放進來 它就變水平了 那這邊的話 是Linear layout的說明 好那這個部分的話 是checkbox 再來就這個radio button 再對應一個radio group 那我就剛剛講過了 因為radio button是單選的 單選的話呢 如果我說你把這個radio group 分別放在不同的 就是沒有放在這個radio group 裡面的話 那它還是變複選的 因為它個別 所以你一定要先加一個 radio group之後 才能夠放 668點在裡面 不然的話 基本上沒有group 它還是變多選的 你點它 再點另外一個 你會發現奇怪 怎麼兩個都可以讓你選取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沒有把它放在radio group裡面 OK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這個很容易做錯的 那至於說怎麼去實作它的方法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講 那比如說單選 你喜歡哪一種球隊運動 這個也是類似 那另外的話呢 它的那個事件方式的話 你可以在radio group上面做 其實或者是你可以在radio button上面做 其實都可以 做法上面你可以去想一下 它裡面有哪一些不同的那個 就是事件 然後可以現在了解一下 其他的話也是一樣 把它做成水平的 再來就是spinner 這個是第三個 今天我們要講的 spinner是下拉清單 那這個下拉清單 那這個下拉清單的話呢 就是它預設 有點類似像一個 有點像橫條的這樣的 裡面你沒有點選它 它就在這裡 它會顯示一個下拉清單 當你點選它這個下拉清單 它才會把整個清單給顯示出來 這個是spinner的一個作用 那spinner其實用到的機會 我覺得還蠻大的 但是這個spinner特別注意 因為spinner裡面 它不是只有一筆資料而已 它是有多筆資料 所以如果有多筆資料的話 那它的概念呢 就跟上次我們講那個greview 或者是gallery gallery是放很多張圖 比如說六張圖 要放在greview 那我們的做法也是類似的 就是會需要一個adapter 這個adapter的話 我講過了 有點類似一個彈夾 你先把子彈放進去 放了六發子彈 就六張圖 再放到那個槍裡面 它才會激發嘛 那這個概念呢 也類似 spinner只是放的是文字 而不是圖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在gallery跟greview裡面 是用那個叫做 base adapter 那在這裡的話呢 它不是base adapter 它叫array adapter array array是個陣列 那這個array的話 是一個string的array 是一個字串 就是因為它放進去很多文字 所以會放在array裡面 再把它放到那個 我們的spinner 它才能顯示 所以基本上 它流程也是類似的 那怎麼實作 我想各位稍微也了解一下 那也就是說呢 下拉的時候 裡面可能有三個 一個是 籃球 足球 棒球 多一個其他 當你點選 它會展開來 那要怎麼去放這些資料 所以這邊的話 會多一個叫做array adapter 後面有一個范形物件 也是street 因為我們要放的是文字 然後呢 建立一個 比如說這個adapter adapter名稱叫boss 另一個array adapter 也是范形物件 不過瓜糊特別注意喔 後面你要告訴它 有三個訊息 這三個訊息呢 也是mvc 這個第一個的話是c 就是你的controller是誰 第二個是你的view 你的畫面 也就是你將來這個 這個版型要怎麼呈現啦 那因為喔 在android裡面呢 有一個預設的 預設的版型 所以預設的版型 開頭一定是用android開頭 android點r 有沒有 android點r 你之前不是有個r有沒有 前面為什麼多一個android 如果你看到android開頭的話 這個通常是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這個android 系統內建的resource檔 它放的位置呢 其實也是可以找得到 裡面會有個這個版型 這個版型後面其實是.xml 不過它這邊沒顯示出來 那boss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 這個是v 這個是m m的話就是我們的data data的話呢 就是放在boss boss的話 基本上就是這個東西啦 這個東西是一個什麼 String的陣列 這個東西放這裡 然後view的話 在這裡 controller 所以基本上一個 array adapter 它也是遵循著mvc的架構 會需要給三個東西 然後這個等一下也會實作啦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有 至少三個範例吧 把這些一個一個全部做出來 那最後的話呢 我還會有一個 把這三個綜合起來的一個綜合的練習 單選 複選 spinner ok 然後會做一個 比如說飲料店的那個 假設你要線上點餐 線上點飲料 因為現在流行嘛 如果飲料店呢 它可以 因為qrcode 你去的時候呢 它可以加入會員之類的 然後呢 下一次你要訂你可以去之前 你可以先填一填 對方就收到了 收到之後 他幫你準備好 你過去直接拿 那這個東西的話 對飲料店我想是利多吧 ok 也是差異化 而且你可以把這些data 做成 就放在database 以後你的所有會員的消費紀錄 比如說他買十杯 就送他一杯好了 那以前是要幾點要蓋章 現在都不用了 你所有data 我可以幫你自動的加 馬上你一來Qrcode一掃 我就可以告訴你 你已經擠幾杯 我不用再不需要說 幫你蓋章了 所有都雲端作業 我想對那個消費者來說 花同樣的錢 可是卻有不同的感受的時候 我想他應該 一樣嘛 大家都一樣嘛 對 會先比較嘛 而且現在景氣這麼差 大家一定 所以你會發現 什麼地方會排隊 就是那個東西CP值非常高 你會發現 又便宜又大碗的 一定是大家搶著排隊 那你要怎麼樣創造 高CP值的東西啊 就是當然你可能不能在價格上面 降低的時候呢 你可以多給他一些服務 那些服務對他來說 是很方便的服務的時候 他就比較會願意去消費 而且甚至如果你稍微貴一點點 他好像也願意 像便利商店 為什麼雜貨店沒有了 因為就便利嘛 OK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想各位 先把那個 等一下要講的先試試看 那待會兒 一樣我們會先從那個第一個範例 先完成 就是 這個 在雲南半半裡面 我們第五章裡面的Radio Button 那裡面基本上 大概幾個比較重要的程式碼啦 畫面先做出類似像這樣子 當然也可以把它改成圖啦 大概是這些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